云南春季的天气晴朗干燥 在阳光和风的作用下 肥鹅的水分被蒸发 油脂溢出 最终成为一只风干辣鹅 这是已经经过了大半个月的腌制的 又帮帮的了 我们应该做一个油渣辣鹅 好 经过长时间风干 辣鹅中已经没什么水分了 可马大哥居然还要用油炸的方式来做辣鹅 这样不是会更干吗 但马大哥却说 他这道油炸辣鹅早已经历了众多时刻的检验 是昌宁人喜爱的一种做法 锅中加入菜籽油 下入辣鹅块 小火炒制 油色金黄金黄 很快 辣鹅中的油脂被高温融化 肥肉部分呈现出金黄色 十分诱人 油脂越溢越多 金色的鹅油几乎没过了鹅肉 说是油炸辣鹅 其实是用干鞭的手法 将鹅肉中多余的油脂逼出 只剩下香浓焦脆的鹅肉 太哥你怎么还偷偷吃呢 太香了是吧 太香了 太香了 我也尝一下 它整个肉已经收得很紧实了 小鹅辛苦今天了 你也辛苦了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做的那个 辣鹅 油炸辣鹅醇厚浓郁 回味绵长